那到底基隆市長謝國良有沒有辦法挽回現在的狀況呢 因為第一階段的罷免連署 現在已經達到6000人了 謝國良馬上祭出了電動車擴大補助方案 本來前天還說要限量2000輛 後來又改成不限量 越放越大越寬 到底要送些什麼東西 難道最後要送飛機嗎 我們先來看一下 由民間團體發起的拆樑行動 截至17日為止短短10天突破6000份 但就在罷免行動如火如荼進行的時機 謝國良拋出力多 不僅讓青年朋友免費的把電動機車騎回家 更祭出月資費最低只要0元 利用北北基陶首長大集合場合 宣布放寬補助電動機車方案門檻 不止年齡限制從21歲到35歲 放寬到20歲早45歲都能申請 過去規定要拿燃油車換電動車 現在也拿掉這項要求 就連得5年每年做工藝4小時的條件 也全部取消 前2000輛甚至還免資費 但事實上去年方案剛推出時 西雄市府就被質疑 門檻嚴苛卻沒調整 導致過去半年申請件數只有100件 現在這個時候才放寬 西雄市民也覺得怪怪的 因為有人要罷免他 所以他才就是放寬啊 罷免人數就已經到5000人了 所以他會怕 他當然就趕快把這些糖果丟出 很白癡的行為啊 不止民眾心裡納悶 議員也質疑 難不成謝國良 想要拿市庫替自己的罷免連數 滅火洗白嗎 就是政策買票 以前這個政策還會裝模作樣一下 叫做青年公益 現在既不青年也不公益 市庫都是市民納稅前 辛辛苦苦整來的 不是可以拿來洗白自己用的 金融市府则發聲明強調 希望四年推動五萬輛電動機車 協助年輕人 和達成2050近零碳牌 目標不變 儘管門檻降低 能夠增加市民申請意願 但從東岸產權 被質疑諸多證件票 爭議連環燒謝國良 這時更改電動車門檻 不免惹人聯想 背後有政治動機 CSU林駐海 王晨英 侯智隆基隆 怎麼了 好 你看罷免第一階段 現在過關了 大家說已經成案了嘛 那請教逸川哥 結果立刻電動車的擴大補助方案 本來還說限量2000輛 結果隔天又說不限量 怎麼這麼大方 還零月租費 之前不是說每個月要599 這一團誰要負擔 因為現在連署人數越來越多 已經突破6000 7000了嘛 繼續連署 方案會越來越好 後面越來越大獎嗎 因為謝國良 現在算是電動機車的業務代表 業務代表 他那篇幫兩家公司宣傳 這兩家公司有推出零元方案 還有月租費499 599 699到1299的方案 請上這兩家公司的網站都有 而這兩家公司的費率也一直在優化中 我不知道為什麼謝國良要當人家的業務代表 這中間的那些差額 其實這兩家電動機車公司 他們本來就有零元方案 本來就有 你現在上網去查這兩家 本來就有零元方案 也有499方案 599方案 就像我們iPhone手機出來的時候 有各式各樣的方案 零元方案就是要綁約嘛 還有綁五年的 綁三年的 謝國良那個辦法裡頭都有啦 以及你做業務代表而已 那這裡頭當然會有一些差價 那差價誰吸收 這個電動車的方案 在這個基隆市議會 本來是有通過一條一個預算的 當然當時這個預算有一個計畫 說要做公益怎麼樣怎麼樣 總預算多少錢 謝國良現在把那個方案做的改變 沒有跟基隆市議會講清楚 就要去動用這一筆預算 然後呢本來限量 他為什麼一開始要限量兩千 因為預算是有一個額度的嘛 一算什麼料可能兩千台 這個額度就用完了嘛 你如果要對家就再來對家 他今天宣佈沒有限量 這會委婉預算法 絕對委婉預算法 謝國良你不要害你下面的公務員 下面的公務員在編任何的預算 他一定要有預算的來源 他上次編的預算來源 叫做有兩個都更案 的收入要來補這個 問題那兩個都更案 都還沒發動 都還沒發動 只是說有一個 可能那裡會有錢 所以要拿那個錢來補 現在又無限量供應 無限量供應喔 如果這裡投了申請 申請了十萬台 謝國良你怎麼辦 沒那麼多錢啦 沒那麼多錢啦 那不是要從這個 那個預算裡面來超支了 政府不是說政府不是說我要花多少就花多少 那有預算 有預算然後這個議會要通過敲過 敲過就來追加預算 你不能無限量耶 上次提這次本來提個兩千台嘛 上禮拜提 禮拜五提的時候還有兩千台 是因為他算完那個總預算 除以兩千大概就可以滿足嘛 他現在無限量如果變兩萬 變十萬 他的預算會超過耶 預算超過公務員就慘了 公務員你要動之任何的經費 沒有預算 你就會違反預算法 謝國良不要害你下面 環保局的公務員 違反相關的這個規定 會被審計單位抓去問了 不過我想查一下 公務人員環保局 如果有麻煩請找謝國良 那臨時一定 可是對一般我認識的 可以幫他們 想辦法幫他們問一句話 可不可以換成狗狗爐 沒有 加六千對不對 連署跟一萬兩萬 可能就有狗狗爐 後面加碼是不是 連署跟五萬可能就有特斯拉 特斯拉 第三階段會有什麼 你一直加下去是在加火鍋 不啦 先滑滑滑滑滑 那個時候選舉的時候 都答應我們滑滑滑滑 你問李明顯 台北市政府這個預算 一直加下去 議員都不知道 哪有可能 有可能無上限嗎 哪有可能無上限 預算都是有一個總額 然後那個總額換算成一台補多少錢 而且這一家業者的費率一直在換 他們給金融市政府的費率 也一直在換 這兩家公司的網站現在都有 而且你打開都有零元方案 你看有一個基隆市的方案 他總共裡面兩個方案 有各式各樣的方案 就像買手機一樣 所以基隆市民 你要買不一定要用謝國良的方案 因為本來他就有 他本來就有零元方案 沒有錯 對 所以請教瑞德哥 那我又覺得 那到底是誰愛吃誰豆腐呢 你看現在又回到了 謝國良跟廠商的關係嘛 你突然又無限炸蝦嘛 大撒幣啊 王正宇委員說 那你要吃這種 撩杯亞的市長嗎 你可以這樣子亂花錢嗎 亂開競選支票嗎 這個錢誰出啊 誰出啊 這個錢應該謝國良自己出吧 為什麼是這個 基隆市的市政府 用公帑來出 請問基隆市政府的公帑哪來 不就是人民的 辛辛苦苦的納稅的血汗錢嗎 結果呢 我辛辛苦苦去賺錢 然後辛辛苦苦去繳稅 最後呢 讓你辛辛苦苦的 為了人家要罷免你呢 用 我舊猛姐 還沒有進行罷免之前 有這個所謂的方案嗎 對不對 兩千 為什麼兩千個後來沒有這個相關的名額 聽說是打電話來問的人太多了嘛 然後後來可惡的 太踴躍了是不是 可惡的王一川揭穿的真面目嘛 為什麼 那不用基隆市政府 人家本來在網站上就是這個兩個 我還很認真聽了王一川的話 我還很認真進去看 真的有耶 那快點促銷 搞這個有兩個零方案了 你知道嗎 那哥哥羅應該也有啊 為什麼不用哥哥羅的 你看那麼愛哥哥羅就對了 你就知道 有罷免才有啊 有罷免才有啊 對啊 我們在場的 我們在場的范世平教授 耿耿於懷的幾十塊去 換去基隆買了 貢丸湯才兩顆 有沒有 因為罷免才六顆耶 沒有罷免沒有六顆耶 罷免多好 還有安全戰 繼續罷下去 整碗 繼續罷下去後面會做什麼 整碗說都放在這裡 就是這樣 你看罷免多好 因為沒做好 所以罷免了這個市長被罷免 我什麼都給你 這也給你 好 好